那麼當然多頭指標 多頭的精神領袖就是NVIDIA NVIDIA到底會不會續漲呢 這是關鍵 多頭的火會不會息 跟NVIDIA息息相關 那麼現在有一個資訊是 這個女股神伍德賣NVIDIA 我也不知道該不該相信她 因為她操作特斯拉也蠻失敗的 但她操作NVIDIA一直都很成功 所以她現在賣NVIDIA怎麼解讀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美國股市還沒有真的開始殺 但是有時候股市的現象 會不會物及避還 第一個 灰打股票漲到這麼強 沒人敢空 上個禮拜四 哇 那麼厲害的財報出來以後 空投一天損失了30億美金 30億美金就將近台幣1000億 就是本來預測她會利多出計的 那些空投都供估了 被修理得很慘 那現在有一個數據統計出來 這是摩根大通的統計 所以你空投都把他殺光了以後 多頭不要在那邊高興 接下來換成多頭要倒楣了 會多殺多啦 你知道我們這個邏輯先講到這個地方 讓各位去理解 但市場有多狂熱 AI的信仰 現在交易員的話呢 是壓住飛打的那個看漲的期錢 他壓了多少 壓了兩百億美金啊 超過那其他六巨頭的總和 全部都壓這個飛打 不過這一檔期權就壓了兩百億美金啊 大概以他們這個比較 交易量大的期錢的話 換算要漲到八百到八百五啊 那最高的買權要漲到一千三百美元啊 你看看得這麼樂樂觀 那當然現在還有一個現象 你知道我們現在都分析 那個現象 會不會物己避還 你知道飛打的GDP 已經一點九八兆美金 富可敵國 我們跟全球排在美國 中國大陸啊 這一些啊 他假如排進去的話呢 他是第十二大的國家的經濟體啊 來我們來把回答 假設我們把它當作一個國家 用他的市值來跟其他國家的GDP 來做比較的話 因為還贏我們台灣 一家公司贏過台灣的GDP 來美國 中國大陸 第三名是德國 我們之前說過德國超越日本 最主要是因為日本貶值嘛 然後接著是印度 英國 法國 義大利 巴西 加拿大 墨西哥 接著就回答了耶 對 所以當然這個現象 說回答股價今年已經漲了六十四趴 很厲害 市值怎麼樣 但是你假如這樣比較以後 冷靜的思考 會不會太高 會不會講過頭了 再過來 你知道那個名嘴 名嘴都是火上加油 CNBC有一個名嘴 就這一個 這個那個很生動活潑 這一位名嘴的話 是克拉默 他說黃仁星是他看過 他的粉絲很多 你知道嗎 他講話很激動 我告訴你 我看過很多他的影片 我們投過老師是丟筆 對 他就是類似那種動作 是啊 是啊 然後每次在播的時候超激動的 對對對 超激動的 像我們跟他比起來 我們斯文多了 但是這個影響力很大 他說黃仁星比馬斯克 更有眼見 單打獨鬥改變社會 他說現代的達文西 達文西各自道文藝復興 他是現代的達文西 他說跟泰勒斯一樣 在各自的領域 無人可及 他還二零一七年 把他自己的狗叫成 然後他就買了很多 但是我不能說他錯了 過去看起來對 但是已經這個名嘴 這樣火上加油 看多到這個情況 老實講 有點over了 有點over了 把他比成達文西 所以蔡總認為AI族群 特別是NVIDIA 掌過頭了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再回來講剛剛我所說的 那女股神伍德開始賣了 對 其實你伍德股神 這個伍德 伍德木頭姐 其實他在過去常常突出 但是他的荒舟基金 去年的績效給他翻身了 所以市場又開始注重這個人 他講的還是有一點道理 他是兩年來 第一次賣出了台積電的ADIA 兩年第一次賣 然後他認為輝打是一個很強的 周期性的股票 他現在認為AI的需求 很多是over booking 所以未來輝打的庫存會增加 會影響到他的這個股價 所以他也賣這個輝打 當然他有他自己的 但是他的邏輯是說 現在大家買太多了 over booking 所以庫存可能很高 可是我看到的新聞是 輝打的晶片 珍貴到要裝假車運 所以大家搶翻了 那真的會有很多顧客嗎 一片就三千三百美元 賣到快三萬 十倍 所以他是非常有價值 裝假車運 對 給10顆 怕人家搶 那你說有真的有人搶嗎 還說不定 我搶到一片就三萬美金 你想想我搶十片多少 三十萬 搶一百片 而且那個小小一片而已 對 所以他要用裝假車來運送 但是這個AI的特色也有了 昨天那個谷歌突然大跌 大跌四爬 為什麼 谷歌不是有一個AI的模型嗎 叫 Gemini Gemi來了以後 因為像他們這個美國 大的科技公司 講求的是什麼 種族的平等 但是你也不能這樣啊 他說人家叫你描繪 那個人物 八到十一世紀的威精人出來 那說有黑人嗎 那你看 那個中世紀的英格蘭的國王 上面那兩個是白人 下面就黑人 有嗎 然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個德軍 出來還有戴鋼盔 還有亞裔的女生 你看 德軍 穿德國納粹的制服 但是這個描繪就錯 也有黑人嘛 所以Google的人像生成 凸彩很多 對 凸彩很多 也就是說他還要經過一段的訓練 要把 我們不是說抓一個歷史的人物 你自己想要就弄出來 你要符合歷史 那時候都是白人 沒有那個有色人 要能夠還原 當時歷史的真相 對 所以谷歌說 我暫停這個見面來 股票 啪 跌四趴 好 所以我們回來看股價 因為在今天上衝下洗 投資人報的股票 真的蠻擔心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昨天的 我覺得現在的AI 正在改變 我們強調不是在AI賣產制 賣產制只有回答在賺 現在是AI如何運用 所以你還要回答昨天 美超委這些 美光大漲 這四季 都沒有什麼 美光大漲 大漲 安某也大漲 為什麼 他的HBM 就我們講高頻寬的記憶體 因為AI 他要供應給回答 大漲 安某 他推出了這個AI的IP 你看這消息都有 我想大家就不多說 所以連結台股 我們來看一下 群聯 記憶體 所以跟記憶體有關 你看8 2 9 9群聯 我們看那個K線 再感受一下 今天判不夠了 8 2 9 9的日K線 8 2 9 9的這個 這是歷史性高 637 連結了 再回來 我們最近常講的 兩個世界級的IC設計 我們看六公格 我們回來看3034的林業 瑞玉 跟連用 今天都沒跌 這個是第七大 這個是全球第八大的IC設計 是跟什麼 跟安某合作 跨入IP 所以他本來就是老虎 再給他裝了一對翅膀 不得了 對啊 那當然 但蓮花科今天 因為外資調個目標價 但今天有點開高走低 但還是起碼守住了平盤 所以基本上回到了什麼 你應用端 應用端 用這個AI的GPU AI的晶片能做什麼 相關的股票 可能就是未來的走 走走 好 好 來 來 來 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